字的話呢,是在這邊 所以你會發現錄下來的東西 當然你就照著做吧,錄字 步驟我都有講 然後單引號開頭就註解 當然你註解不見得要寫的跟我一樣 反正你就照你自己習慣寫就可以了 然後關閉畫面更新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怎麼樣 跨工作表就這一段 如果我是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Excel的函數 把它直接丟到哪裡呢 我就直接丟到跨工作表的這個位置 不過我先把這個先把篩選先拿取消 意思說我切到第一個工作表的B 就是說用Sales好了 Sales的I列的B欄 所以我還是要知道說哪一個儲存格往下 所以我的程式寫法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我後面有寫兩個 就是這個是用丟公式的 直接怎麼樣 把公式直接丟到這個位置 然後再把裡面是1的 全部再摳到這邊來 所以這邊執行一下 大概就這樣 他也會有一個摳過來 摳過來摳過來 如果結果是1的話 他就把那個結果摳過來 摳過來摳過來 如果不是1就不摳過來 最後就完成了 清楚 另外還有個進階版 為了讓他效果更好 所以我要多增加一個什麼表單 這個表單什麼作用呢 就是因為你會按下去 到底跑到哪裡了 跑完了沒 一直轉轉轉對不對 感覺好像沒有一個進度的狀態 所以一般最好是像 如果你用網頁 你也不是會有一些 跑多少啊 快跑完了有沒有 一個進度條對不對 我這邊就仿製一個 有沒有 最後關掉了 不過為了要做這個事情 其實只是好看而已 你說什麼作用 就是感覺會讓你 至少會比這個 來得更友善吧 其實 所以 這個其實只是說 在執行他之前 我先做一個表單 那那個表單裡面 就只有一個條 叫用label做 用label 然後呢 寬度我大概設200 那每找 就是跑完 就是去算說更新 讓他那個寬度變寬 變寬這樣子 所以他預設是0 沒有 再慢慢慢慢慢慢 因為會按照那個總共有幾個 然後我就再慢慢更新他的比例 所以按下他 他就先跳嘛 有沒有 一直跑跑跑跑 跑到這邊 然後最後跑完了 也做完了 他任務結束 他就把它關掉了 就大概這樣而已 OK 不過 他的難度會比較高 而且這個是自己寫的 而且應該是 學無僅有的 你要找到也找不到 有重複的東西 你跑的東西 感覺 哇好酷喔 好炫 對不對 其實只是 所以有時候 在想說有些東西 並不必要 但是 好像有了會讓 感覺會更好一些些 就像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最近還想說 他們想要 就是要再 因為他們都有自己買那個重機 然後那個就是 還要再想要買什麼 哈雷幹嘛的 但對我來說 那個東西真的 沒什麼 真的也是 而且很佔空間 你要不要再找一個 車庫給他停 然後每年又要繳錢 然後修車 然後要插車 要保養 幹嘛的 花很多錢 對不對 可是好像沒有那個東西 又行不出你的那個 身份地位嗎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所以 這也是蠻吊詭的 就跟這個一樣 有了 就是不一樣 OK 那這要怎麼做 我大概講一下 我們可能先了解這一個 再了解這一個 才有辦法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 就是 這一段程式 那這一段程式 我大概講 因為 有些部分前面都有講過 所以我大概用敘述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 第一個的話 我 直接把它寫在Majo1裡面 那就這一段 OK 那裡面程式其實 並不多 OK 就這個 第一個的話 我先插入一個Sub 兩個 名稱叫什麼 查詢配名單 底線函數 因為我就把 conif的函數 丟過去 那 接下來的話 我第一個 先把 這個 Shit3 的 第一欄清空 第一欄的話 就是 colons 所以在 或者你這邊 如果不寫3的話 你可以寫什麼 雙引號 裡面呢 打什麼 查詢結果 不過有時候我是比較 比較偷懶那種人 所以有時候我就 因為查詢結果 你要打四個字 不如就怎麼樣 你就打一個3 這樣就OK了 所以我剛剛這邊寫3 或是寫查詢其實都可以 然後呢 colors 第一欄的這個字欄 第一欄把它清空 就clear contents 或者你可以用什麼 range也可以啊 range A1到最下 全部清空也OK 寫法 那再來的話呢 k等於1 這個k等於1 是要放在哪一列開始 所以 預設是從第一列開始 所以這個是k等於1 然後呢 for i等於第二列 到 最下面一列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寫成這樣的話 他會以為 你是從這邊 向下追蹤 那我們主要查的 並不是查這個 我們要查這個 這個的話是什麼 shits1 指的就是說 我不切過去的原則 但如果切要點slate 要切過去 但如果不切喔 直接跟他講說 shits1 你可以從shits1 向下追蹤 那意思就是說呢 在這邊 游標放這邊 向下追蹤 他就會追蹤到 到底後面有幾列嗎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就是不切過去的原則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第一個工作表 裡面最下面一列是哪一列 那我從第二列開始 那接下來做什麼 一樣嘛 我就是 這個工作表 的B欄 我要丟公式 丟公式 特別注意啊 就是丟什麼 你會發現 黑名單 A2 在A3 A4 一直把那個數字 這個2的話實際上就是i 那我就直接怎麼樣 只是說你前面要加一個工作表 然後丟什麼呢 丟這個名稱 就是把剛剛的那個A2 有沒有 直接就丟到這邊來 A2 那因為他數字會變動 所以把這邊 把改成雙引號 and 移到中間放到i 這個前面都講過 就是串在 串在中間 這樣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把 如果他的結果 如果他的結果在哪一欄 在這一欄裡面的結果 假如是等於 大於等於1 可能是2 可能是3 那我就怎麼樣 把他的結果 他的結果在哪裡呢 就這一個 A欄的結果 怎麼樣 幫我摳到 前面的第三個公計 是摳到查詢結果 的DK列 OK K有沒有 E嘛對不對 的A欄 他就會摳過來了 有沒有 沒問題吧 這個應該前面有寫過類似的 只是這個比較不一樣的是 多一個跨工作表 應該可以知道這個意思吧 以後呢 如果你要了解 什麼叫跨工作表 請你把這個範例 好好了解一下 很多地方都可以 如法套製 真的不用知道太多 就多知道一個 蓄子就可以了 蓄子物件 OK 其他的好像前面都有講過 OK 然後呢 K等於K加1 這個有講過 再來的話 直到他跑完為止 就OK了 所以應該比想像中的程式少吧 OK 不過這個是 前提是 如果你會寫VBA的話 你可以這樣寫 但如果你不會寫VBA的話 當然你就只能什麼 錄製的啦 OK 所以未來當然我是建議 你可以階段性的 實在不行 你就先錄製吧 可以的話 你還是把這個給寫出來 寫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把它弄一下 從這邊開始 弄一下 它就是怎樣 去序則E1裡面找最下 所以從頭到尾一個慢慢找 都丟公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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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完之後如果是等於 這個等於E 就把這個call到這邊的K裡面來 OK 執行一下 就這樣子 這也是查詢 不過這個地方可能會衍生一些 就是效率可能沒那麼好 因為它也是逐個逐個的比對 沒有 好像也不會差太多 好吧 這個跑起來好像也不會輸很多 不過感覺好像沒有之前的那麼快 不過這個可能也在比對一下 OK 這個做出來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就可以改成下面這個 不過我發現大家對這個比較感興趣 我把那個影片放上去 大家看到只要這個 哇 整個就興奮起來了 其實也沒什麼 我覺得就沒什麼 但是就影片上面大家就喜歡看這個 所以我要多播幾次 沖一下那個點擊 所以很多 看到嗎 這個一定的影片要看一下 這個怎麼做的 對不對 其實真的蠻簡單的 而且特別強調 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這個絕對有原創性 而且網路上還真的沒有人教這個 所以這個是有不一樣的點 OK 所以待會我們再來看 請各位先了解這一個 那我再把它講一下改寫的步驟 畫面先滑給各位一下 好 其實那個錶單就是有時候可以做出一種畫龍點睛的效果 可以讓你的那個VBA程式 讓人家看起來會更加的友善 或者說你想要跟這個實用者之間做互動的話 你也可以再把錶單功能給加上來 OK 其實有點難度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可以善加利用這些東西的話 你基本上 以所有VBA 就已經可以做到 幾乎 工作上所有能需要的一些相關功能 都可以 都可以把它做出來 OK 試一下 那待會再來看 如何再把剛剛那一段程式再加上一個錶單 讓它跑起來更漂亮